期开70多桌以为是大型婚宴现场 但是桌上却摆上了食材简介 包含小米酒 树豆 腾心等等 现场也有三位主厨联手 要将原住民日常食用的食材 和南岛民族的文化进行发想 玩出新风味 里面大概就是会有一些 我们的马告的元素 还有一些自冲 还有一些小米酒 然后就搭配我们的现有的食材 还有里面的一些野菜 做一个呈现 三号台北市圆明会 在花博镇宴馆盛大举办的 山河海食祭 GIDA 南岛食客 从山川河流做发想 宴请前来参加的民众 要用美食抓住大家的胃 更要细细品尝 咀嚼南岛语系民族的传统饮食文化 我感觉是真的有 那个原住民的味道 都要在里面用心下去做 对 然后讲说他办这个事 对于我们原住民来讲 是一种极大的鼓励 对 还有他们的食材都很好 都是比较天然的 对比较健康 尤其是这个三十周年的证明活动 我觉得它非常有意义 然后在这个活动里面 还可以品尝到非常好的 南岛文化的这个食品 这个情人的眼泪非常好吃 有感觉到情人的眼泪的感觉 有海的感觉 吃出一片海 从饮食切入 连结各族群的多元美食 台北市八一原住民族日 正名三十周年系列活动 要把部落餐桌带到都会去 那在台北市其实要做这个 类似部落餐桌 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尤其我刚刚讲 就是说我们希望用食物 来连结台湾的原住民族 跟南岛语系的民族 不只是邀请很多我们南岛民族的外国使节 一起跟我们同乐 同样的透过饮食切入 来认识更多南岛语系这样的传统文化 现场除了部落餐桌美食饗宴外 也邀请六组南岛风情的表演团体 要将南岛民族带到现场 晚间更有多位原民金曲歌手开唱 要用音乐拉近原民与社会之间的距离 有的新闻可以带我们去交通台北市采访报导